池是肉籠 心聲的角度 價值觀 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你通常作歌是餵了貓回家 很放鬆時彈結他掃著寫 這首歌又在什麼情況下走出來的呢 這首歌其實基本上是我每晚都放了工作 之後差不多三四點 每晚都是那些時間吐出來 你的鄰居會聽到你彈結他嗎 我又不會很大聲 通常你作歌或靈感到的時候 就是凌晨時分 通常我就是去廚房彈 關門 我幻想到這個畫面可以很孤直 但亦可以很浪漫 所以這首歌就是這樣走出來 當時彈的時候應該不是在想什麼社會議題 或者一些所謂眼睛看不見的東西 其實我每次做DEMO的時候 我的DEMO約莫有一個階段 就是有名字的 通常他看到我的名字 他會約莫或溝通 都會說一些關於什麼話 就是他跟我合得 這首歌的DEMO就是叫做 叫做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的 這首歌的DEMO叫做 Eyes 所以就演變成眼睛的故事 我們可能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到五 或者聽到的聲音 都可能是一到五 但其實未必是 可能是無盡 去到很遠都不出記 那你怎樣才能打破禁忌 或者令到這個空間的啟發會更加之大 其實是想說一下這些心情 其實有一句說話就是 看到你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這首歌其實是 因為我們眼睛的視覺其實是有限的 面前擺出來的其實是否所謂的真相 是